大家好 我记得我曾经有一个视频曾经说过 我们中方在跟美方谈判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对方第一时间准确且及时的能够领会到我们想传递给对方的信息 说白了就是我们如何做到我们说出去的话 对方能够真正听得懂 你只有这样双方的沟通才叫有效的沟通 我当时为什么说这个主题 是当时我举了个例子 大家记得中美当时贸易谈判的时候 在天津我们的主场双方面对面 会场的背景是以一幅金底黑字的小传作为背景 中美两厢作病 然后中间是一幅小传 当时看上去非常有文化 非常有逼格 然后这幅照片当时会场的照片一经公布 我发现国内很多自媒体 包括正经官方媒体 大家都在针对这幅背景画在做文章 首先跟大家说这幅小传是出自谁的手 什么含义 对吧 然后为什么要以这篇小传的作品 作为我们中美会场的背景画 这个当中又想抒发中方对美方的哪些期许和愿望 当时我看了都累说实话 对吧 你听我说到现在 我估计你脑子脑袋都大 你想一幅小传 连中国人一时半会儿都看不懂 都摸不着头脑的这么一篇作品 你还想向美方传递什么信息 对吧 我觉得这无稽之谈 你想美国人人家也是第一次走进会场 人家抬头一看 一幅歪七扭八的 龙飞凤舞的小传 大家知道 我们现在人都看不懂小传 美国人能看得懂吗 所以说我就说 我总觉得我们中国人现在虽然说现在对外交流也很多 但是我们官方口外交口 是不是在跟某一些国家打交道的时候 总是习惯以本位思想出发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表达一个什么含义 喜欢这种迂回 喜欢委婉 不那么直接了当 但是你知道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的文化 你像老美 他相对中国人来讲 他就比较直接了当 对吧 你看为什么后来杨洁篪在拉斯维加斯忍不了了吗 当场就怼布林肯 当场怼沙利文 对吧 你看杨洁篪当时说那个话就是说 我以为你们是能够遵守什么外交的规则 什么外交的礼仪 但是我对你们很失望 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侧面印证了我们 对于美方的 人家对方的这种沟通的习惯 包括对方的一些文化 我们是不是还没有摸的那么透 我在猜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今天谈这个话题不是谈中美之间 我想谈谈印度 你发现最近我们密集的对外公布了好多 比如说我们抓印度俘虏了 包括被打得乌眼青 对吧 这个半边脸 眼睛肿得更包的似的 我估计他妈都认不出来他自己 他了是吧 也包括有个人举着拿自己的 蘸着血摁着手印 那个叫什么 叫什么毁过书 包括什么视频 两个解放军架一个印度士兵往回送 你会发现最近好像我们对印的 沟通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大家回顾一下 去年包括前年 我们在什么洞朗 在班公湖 真正发生冲突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冲突比现在的烈度其实还要高 但是我们似乎总是先从外网看到了一些信息 或者说先从印度媒体看到了一些信息 国内风平浪静 对吧 国内是大家都在猜测 但是我们官方从来不发布中印之间的冲突和对峙的一些细节 大家有没有记得 对吧 当初我们对印度是一时处于这种战略容忍 说白了就是 双方冲突了 但是我不公布 包括伤亡 我也不公布 什么我都不公布 很多信息都是从外网传递进来了 我觉得那个就是反映了当时我们对印度的一种愿望 就是我明明把你打得跟五眼清 我明明把你打得很惨 但是我给你留脸 我不想让你没面子 对吧 最后你实在被逼无奈公布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这边死亡好像是四个吧 印方死了二十多个 然后抓了一批人 现场的视频我们也有 那你会发现 为什么最近我们突然主动的公布了好多 我们是吧 抓印度战俘 然后把印度战俘打得五眼清 是吧 那些视频我们主动公布了 比印度还要提前公布了 我觉得我们外交口似乎 这话不能这么说 这话说的话 说得好像我们有点装逼 就是通俗的来说 就是我们可能有点开窍了 就是你在对待每一个国家的时候 你要了解 以什么样的沟通方式 你才能真正的让他领会到我们想传递的信息 对吧 你比如说当初我们动朗也好 班公胡也好 我们对印度的战略容忍 对吧 我们想给你留脸 这个我们不想让你下不来台 但你发现印度没感觉 他把你的好意啊 全部当作为你对他的软弱 对吧 印度人一看 明明你把我打这么惨 为什么你不敢公布这个新闻呢 知道了 原来你还是怕我 你看没有 印度人他有这种思维在里面 他不会以中国人的思维去看待中国人对待他的态度的 我们千万不能太本位思想去想对方 你得站在他那个角度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借鉴一些 比如说巴黎斯坦怎么样去对待印度的 叫巴铁巴铁吗 对吧 他们之间的这个 因为他们之间的这个文化比较相近 毕竟之前是一个国家 所以你要了解什么样的情况下 能够真正让印度领会到我想传递的这个善意 你不要让他不要让他觉得好像我们传递的善意是我们的懦弱和是我们的这个这个叫什么这个软弱 这就是适得其反了 所以你发现你看印度一直不断的蚕食 你看到没有 对吧 我给你留脸 结果你搞了半天是蹬鼻子上脸 你不把我对你的善意当做善意 当做我们的软弱 当做我们的这个是吧 这个我们容易被欺负 所以你看印度 你打他 你打得再狠 他感觉不到 为什么 因为印度本身它是一个那种种姓制度非常等级森严的社会 死的也好 伤的也好 都是那些贱民 贱民在印度那都是无计不计其数 死了跟一堆蝼蚁而已 对于那些高层那些政客 他没感觉的 他只看什么 他只看比如说简报 他只看新闻 他只看一下中国媒体是怎么报道中印之间的冲突的 结果我们打完之后 我们这般还悄无声息 是吧 这些事情发生跟没发生一样 那站在印度人就觉得 哎呀 你看怕我了吧 对吧 我死多少人 反正你还是怕我 所以我就不断的往你阵地推进 是吧 我就不断的挑衅 但是你发现最近 对吧 我刚才说的 我们主动的放出一些 我们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抓捕印度的战俘 包括他们受伤的图片 是吧 包括被揍的一些这个场景 是吧 包括这个善待战俘的图片 我们也有 但是对方包的跟个粽子一样 是吧 头上缠的绷带 是吧 路都走不了了 是吧 看上去也很狼狈 我们为什么又主动的把这些东西放出来呢 在印度媒体 这个对这次最新冲突 报道之前 我们提前主动的报 这个把这些细节爆出来 原因就是 我们对印的这个沟通方式发生了转变 我觉得这个是好的 这些是可喜可贺的 不要每次就是等到 你看杨洁篪也好 王毅也好 忍无可忍的时候 对吧 我们我发现我们对周边的很多国家都是这样 是吧 忍无可忍 是吧 无需再忍 你前期为什么要忍无可忍呢 对吧 你为什么一定要助长他们那种嚣张的气焰呢 本来可能很多事情是我们可以这个及早的在这个事情爆发的初期 我们就把这个火焰掐灭 假如说我们如果说想把这个问题扩大化 那就另当别论了 是吧 也许这是我们的这个策略性的 是吧 我们就故意要诱敌深入 是吧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像中印目前这个关系 这个冲突 在我们大部分人分析起来 就是中国不想跟印度在这个时候发生大规模的全面冲突 所以说我们还是采取那种战略容忍的态度 但你发现印度他不理解 周围 他听不懂 他看不懂 但是你发现最近这些照片图片往往上一放 你发现印度媒体马上就安静了 印度政府马上也安静了 真的 你看之前 之前去年我们搬工服 湖也好 还是哪儿也好 冲突以后 你看印度无论是在自媒体也好 或者是官方媒体也好 炒作的 连天磊独 连篇磊独 包括下边那些 印度那些网民的跟帖 一个热血的很 就觉得我们跟中国人干到底 对吧 我们怎么怎么样 你看这次 这次印度媒体就采取了一种冷处理的 采取冷处理的方式 它不跟上一次 跟前几次的冲突 它的处理方式都不一样 似乎印度政府现在目前也在给印度媒体在施加一些压力 要让他把最近这次冲突的敏感度或者热度要降下来 为什么 因为他可能这次他领会到了中方政府对印度传递的准确的信息 那意思就是说不要给你脸不要脸 如果说我们一直是贯持着那种 忍无可忍 忍无可忍 无序再忍的话 那很有可能很多矛盾 最后憋到最后就是个大矛盾 最后比如说 像六几年 跟印度一战一样 现在不是一个跟印度开战的一个最佳时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更应该在矛盾爆发的初期 将这个矛盾压下去 这个就需要 就像我刚才最开始说的那句话一样 无论是对美国也好 对印度也好 我们要说对方能听得懂的话 传递我们真实的意图给到对方 而且你还得保证对方能够领会且准确的能够领悟到 不要让他产生错觉 不要让他产生误解 这个很要命 对吧 我们对印度的容忍不是软弱 我们是不想把矛盾扩大化 但是我们又要传递出来 就是说你如果说一再的不要脸 到时候我可能打你打的更厉害 但是前些时候 我只能说没有向印度传递这么一个比较清晰的战略的目的 所以印度才一而再再而三的往前推进 我也不认为什么印度他就想在这个时候是吧 想跟中国全面开战 他无非就是政客想借用这种吃中国豆腐 来谋取他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私人利益 对吧 比如说转移一下国内的一些疫情压力 转移一下国内的经济不利 他也不想跟中国全面开战 但是如果说双方一直是这种误判 这种无效沟通的话 那到时候最后一触即发 对吧 最后对中印双方其实都不理 所以最近我看了中国对印度 我们这次最近冲突的这些画面之后 我似乎觉得我们可能慢慢开始开窍了 知道起码对印度人应该传递一个什么样的准确信息了 要让他知道不要蹬鼻子上脸 在他蹬鼻子上脸 真正踩着你的鼻子往你脑盆上卖的时候 你就要及时把他打下去 不要让他等他已经踩到你脑瓜顶了 骑着脖子拉屎 搬着鼻子尿尿的时候 你再反击他 那样的话双方的成本都很高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大概就表达这么一个意思